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硬盘 硬盘叫disk 内存叫memory 硬盘叫disk英文 硬盘是一个永久性存置设备 不要说你电脑当中内置的这个硬盘 你看我们内置的硬盘从哪看 点开这个更多选项有管理 管理你看这个磁盘管理了 我们电脑上的硬盘都叫磁盘 你看我这有一块盘两块盘 我电脑当中插了两块盘 看到没有 你从这可以看你自己电脑上有几块硬盘 好吧 那么还有一些外接的硬盘 这怎么还有广告 然后还有一些外接的硬盘 就是你买的比如说移动硬盘 你在网上买的 就是在这搜吧 移动硬盘 这吧 这都是一块块的移动硬盘 好吧 这都是属于咱们硬盘 都属于硬盘 还有U盘 都属于硬盘 还有什么手机的机身内存 其实也是硬盘 然后世界第一块硬盘叫350RAMAC 是1956年诞生的 IBM公司生产的 当时生产出来之后比冰箱还大 看到没有 只占这样 一吨重 只有5兆币的容量 我们知道现在拍个照片 就不止5兆了吧 是吧 有的十几兆 二十几兆 还有可能更高清的上百兆的都有 连一个图片 连一个现在的图片都存储不了 那么你看 如果咱们去看的话 你看它是好像 有一根一根的线 是吧 实际上它是一根一根 它是一个一个的 这个什么光盘 盘面 那这个世界第一块硬盘 它是属于机械硬盘 硬盘有分类 有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两种 机械硬盘叫Hard Disk Driver Hard Disk Driver 简称HDD 那机械硬盘 这个第一块硬盘就是机械硬盘 然后机械硬盘长什么样子 长这么个样子 然后我们去网上搜一下 机械硬盘的图片 比如说在这吧 机械硬盘 回撤 这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的区别在哪里 就是它们的内部存储的原理不同 我们看一下图片 网络有点卡 稍等一下 行 让它卡着吧 让它自己加载着吧 我们先看我这个画的这个 我这个节的这张图 是吧 硬盘 硬盘的内部结构 机械硬盘的内部结构是长这样子的 你可以看到这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像什么 像光盘 有没有 还记得光盘吗 可能一些80后 可能还有印象 一些90后的90后的90后 可能也有一些印象 这些光盘 看到没有 光盘 VCD的DVD的光盘 这些光盘 它存的存数据和什么 我们移动硬盘和机械硬盘 我们的机械硬盘 存数据的原理是一样的 那机械硬盘存数据是怎么来存的呢 它这样来存的 看这是一块 这个光盘 它可以 它这个一块硬盘里面 它有很多片光盘 螺到一起的 都在这个主轴这插着 好吧 然后看这有瓷头了吗 这个瓷头是控制在这里面 读取数据啊 写入数据啊 保存数据 这个瓷头是干这个的 而这上面存储数据的材料是什么呢 是那个小瓷粒 小瓷粒 大家知道这个吸铁石 吸铁石吧 是吧 吸铁石有正极负极 是吧 正极负极 吸铁石 那个小瓷粒就跟一个个小吸铁石一样 我们通过就是啊 更改它的这个小瓷 小什么呀 小瓷铁的这个正负极 来表示什么0101数据 然后在这存 好吧 然后这个硬盘 只要我们一用它 它就呜呜转起来了 比如说我们买一个移动硬盘 你插在你电脑上 它就开始呜呜就转起来了 转起来是靠的什么转的呢 是靠的这个马达 它有个马达 呜呜呜的转 然后这还有个永瓷铁 永瓷铁就是 给这个瓷头啊 来提供瓷粒的 然后这个盘面就开始转啊 跟着主轴就转 转转转转转转 然后这个瓷头呢 就在这控制这个小瓷粒的什么呀 这个正负极的一个更改 好吧 你改里面的数据 就是改那个小瓷粒的正负极 你往里面添加数据呢 也是更改小瓷粒的正负极 然后这不 呜你你立体上来看的话 这不就是一个个的这个盘啊 在这个主轴上 这个插着 然后这个什么呢 这个呜有个马达 这个带动这个主轴旋转 这些盘面都跟着夸夸的转啊 然后这个瓷头啊 就是刚才这说这个瓷头 就是在这上面读写数据 读取数据啊 写入数据等等啊 然后这是机械臂 来固定这个瓷头的 好吧 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 呃这个盘的表面呢 我们就称之为叫盘面啊 然后盘面上分不同的 分这些小扇区 看到吗 这个一一片扇区 一个扇子似的 小扇区啊 这些小扇区是存数据的 一块块的数据 是存在这小扇区上的啊 然后这个通信 它是一个一个一个的通信员啊 什么意思啊 它是这样的 一个瓷力小瓷力是组成一个个的瓷力线存在这个盘面上的 是一个个的通信员 好吧 小瓷力组成的瓷力线来存数据啊 一个个的通信员来存的 好吧 就这样的 好 这个工作原理 我大概已经说过了 大家可以看这啊 然后这个瓷盘呢 是密封的 里面充的是氮气啊 为什么充氮气呢 因为氮气的密度低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瓷盘啊 它存取数据啊 修改数据都是转动这个瓷盘 是吧 通过瓷头来更改 转到某个位置来固定 来改来改某些数据 对吧 它是一直要转动的 转动速度越快 那你存修改数据的速度 读取数据的速度 也就越快 好吧 那么所以说啊 我们里面为什么充氮气呢 因为氮气的密度低 密度低呢 空气阻力就小 旋转的就可以更快一些 好吧 旋转的就更快一些 所以说我们轻易 不要打开你的瓷盘啊 不要把你那个硬盘 比如你买了块移动硬盘 你说我拆开看看里边结构吧 你一拆 氮气就流失了 氮气一流失 这个什么呀 氮气泄露之后 空气会进入 空气进入呢 气体的密度会增加 影响瓷盘的正常运行 那氮气呢 氮气呢 不是氮气 是氮气 sorry啊 这是氮气 氮气 sorry 氮气啊 这个地方写错了 这个氮气啊 这个泄露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什么呢 瓷盘会进入到一个保护 血保护的状态 就不容易 你再往里边存数据了 好吧 他会同时给你发出警告 啵啵的响 你赶紧把数据 再读取数据备份出来 换一个硬盘 好吧 或者是去修复一下硬盘 这种氮气盘呢 质保期一般是五年 只要五年氮气没有漏光 你就可以接着用 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买硬盘呢 硬盘是有一些指标的 比如说硬盘有个转速 转速 这个有七千 现在主流就是七千二百转的 或者五千四百转的 七千二百转指的是什么呢 就一分钟 这个硬盘的转轴 可以转七千二百转 五千四百转呢 就是一分钟 可以转五千四百转 那么台式机啊 一般会用转速比较高的 这个就是台式机 内置的那个硬盘 一般会转速比较高 为什么呢 因为台式机啊 它不需要考虑这个 就是我们某个东西旋转 即便是在空气中旋转 咱们如果转速很快的话 你也能听到 和这个空气的摩擦的那个声音 呜呜呜的转的那个声音 是不是 摩擦出声音嘛 对吧 那转速越高 声音越大 而对于台式机来讲 噪音大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因为这个台式机里面装的那个风扇 散热用的那个风扇 本身就呜呜的响 而笔记本呢 讲究的是静音 对吧 讲究的是静音 所以说笔记本上内置的那块硬盘呢 它的转速一般比较低一些 一般是5400转的 只要是机械盘 都是一般 一般是5400转的 那个台式机上 那硬盘一般是7200转的 好吧 然后还有一些服务器专用的一些机械硬盘 是1万转 或1万5000转的 那服务器呢 这个超级电脑呢 它更不考虑噪音了 这服务器一般会放在一个专用的 专业专门存放服务器的地方 叫IDC机房 如果说你有幸将来进入到了这个机房里面去 你就会听到机房里面的声音 呜呜呜的特别大 你们在里面说话 你就得嗷嗷的喊 你不喊都听不见 好吧 那么硬盘还有大小分类 台式机上的硬盘呢 一般内置的硬盘呢 一般是3.5寸的 笔记本上内置的硬盘呢 一般是2.5寸的 这是大小 然后还有分接口 硬盘呢 接口分这么几个 像IDE接口 这是比较老的一种硬盘接口 基本淘汰了 然后就是SATA接口 SATA接口现在是主流的 SATA接口也分SATA1.0 2.0 3.0 现在主流的是3.0接口 不同的接口传输速度是不同的 数据的传输速度是不同的 这个接口就影响了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硬盘 硬盘往内存当中去 就是写入数据的时候 比如你读取数据 然后要给内存 那你读这个数据的时候 和你的转速是有关系的 你的转速越快 你读这个数据的速度就越快 而这个接 而这个接口呢 接口呢 影响的是什么 影响的是我们 我硬盘上的数据 传递给其他的硬件 传递给其他的硬件 这个什么呀 这个 传输数据的这个 速度的快慢 好吧 是影响这个的 那现在主流的是SATA3.0接口 SATA接口呢 主要应用在服务器上 咱们用的电脑都是普通电脑 都不是服务器电脑 所以说普通电脑是没有SAS接口的 还有一个叫M2的 现在比较新的接口 传输速度呢 比SATA要快 快太多了 比如说SATA接口的传输速度 极限不会超过700兆 每秒 而M2呢 轻轻松松就能达到上千兆 每秒 就传输的数据 每秒钟 能达到上千兆的数据 所以说以后M2接口会成为趋势 好吧 会成为趋势 但是呢 现在M2接口呢 在机械硬盘上是没有这种接口的 只在固态硬盘上有 一会儿我们再讲固态硬盘 所以说现在主流的 这个机械硬盘的接口 都是SATA SATA SATA 3.0接口 好吧 那硬盘的传输速度呢 就是 这个 是这样的 就是 100到300兆不等 但是呢 这个 接口越好 传输速度肯定也越快 你的硬盘转速越高 它也是 就是读取速度 速度也是越快 好吧 那么 固态硬盘的速度 比机械硬盘的速度 要快太多了 要快太多了 一会儿我们讲固态硬盘 这是因为它的原理 它的实现原理 比机械硬盘要 什么 更优质一些 所以说它的速度会更快 那 行 这是它 然后接口呢 这块呢 我给大家找一篇文章 大家可以去看看 这个接口的介绍 在这呢 没必要太细看 我们现在买移动硬盘 移动硬盘的接口呢 基本上都是什么呀 都是USB接口的 因为它是插在你的电脑上 外接的用的 这种外接的 现在基本都是USB的 USB接口呢 也是分2.0和3.0的 3.0的USB接口 传输速度比2.0的要快很多 所以说我们现在主流的 移动硬盘的接口 都是3.0 USB3.0 好吧 传输速度也很高 那你买的时候 你买硬盘的时候 也要注意USB接口 是2.0的还是3.0的 要买就买3.0的 好吧 然后这是它 然后这几个接口呢 就先了解到这即可 这是内置硬盘接口 内置的硬盘的接口 那还有什么呢 叫这个 我录着呢 硬盘还有一种分类 叫固态硬盘 固态硬盘 叫Slow Theta Disk 或者Slow Theta Driver 叫什么 就简称叫SSD SSD 它的原理的是电子存储 它不像机械硬盘似的 靠的是小磁力点 一个个的存数据 是不是 它是通过小电子 来存储的 也就是它是电力 通过电力来控制存储的 那电力肯定比我们机械的 这种夸划的转 要快很多 好吧 那电力存储呢 它的大致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将电子 通过绝缘层囚禁起来 完成数据存储 好吧 囚禁电子的方式来完成数据存储 它的这个里面用到的这个材质和手机的闪存材质是一样的 手机闪存 然后这个比机械硬盘更加的稳定耐用 而且更轻薄更贵 这是固态硬盘 那将来 就是 你看我这个电脑的硬盘 你们看一下 硬盘 我是固态硬盘 好吧 三星的固态硬盘 这是 这不我有两块硬盘吗 对吧 第一块硬盘 还可以查看其他的 第二块硬盘 第二块硬盘是金士顿的 也是固态硬盘 第一块硬盘是三星的 第二块硬盘是金士顿的 但是都是固态硬盘 所以说为什么我这个 只要你的硬盘好 硬盘会影响什么效果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 这个这是内存 这是硬盘 硬盘好 效率高 那么你在硬盘上 打开任何程序 都会非常的快 就打开程序就会越快 为什么呢 因为打开程序 其实就是读这个硬盘上的数据 你的硬盘性能越高 读取速度越快 那你打开这个软件 你会看到这个软件 开启的速度很快 因为跑到内存当中 去CPU运行 那只要运行起来 你就看到了 你这个软件被打开了 这个远段打开的速度快慢 主要就起于硬盘 硬盘的效率 好吧 所以说如果你换成固态硬盘 你会发现你开机也快了 你打开某个软件 也变得很快了 好吧 就这个意思 行 然后这是硬盘 我们就先说到这 来我来停一下视频